出汗太多 寒 诗 虚 都跟着来了 一招强壮 匹肾 快速止汗 出汗本来是个生理现象 但要是出汗太多就有问题了 寒 诗 虚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想想 出汗太多的人 毛孔是不是一直开着的 这就像是打仗的时候 你这边城门大开着 那敌人不是随随便便就进来的 如果你满身大汗的时候 刚好进了空调房 寒 气是不是就进去了 如果你出了一身汗 还没干透 你就急着去洗澡 这时候毛孔还开着 湿 气是不是就进去了 为啥还会虚呢 两点原因 一个是汗液本身 属于人体的金叶 出汗太多流失的是我们的金叶 另外 中医认为 金能载气 出汗的同时 我们人体的气也就跟着出去了 就会呈现出气阴两虚的情况 但是说到出汗过多这个问题 原因很多 咱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很多次 对吧 有湿热 气虚 阴虚等等 都可能导致汗多的情况 但是说到底 汗症的根源还是出在了肾上 为啥呢 这跟肾的功能有关系 肾主封藏 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的汗液 所以说像短期的汗症 可能以轻为主 但是长期的汗症 一定要从肾去调养 另外你光补肾 如果脾胃不好 也补不进去 所以一定要脾肾坚固 之前跟大家讲过 有个忠臣药叫做脾肾两虚丸 里面有党身黄旗 白竹等健脾益气的药 还有熟地 山药 杜仲 肉葱绒等滋补肾阴肾阳的药 有健脾益气滋补肾肾肾的作用 但是要提醒大家 用药一定要对症 准确辨证你的汗症 在哪一个阶段 弄不清楚 千万不要擅自用药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下期再见